梵蒂岡電臺訊 教宗方濟各9月24日上午 在保禄六十大廳接見了法國尼斯714慘案遇難者親屬 當時一名恐怖分子駕駛一輛卡車 殘忍地撞死和開槍打死了80多人 造成200多人受傷 7月14日是法國的國慶 不料 節日卻成了忌日 教宗方濟各懷著伯多禄繼承人的溫柔 向遇難者親屬表示關懷 教宗說 在那個歡慶的夜晚 暴力盲目地襲擊了你們或你們的親人 毫不考慮你們來自哪裡或信仰什麼宗教 我願意分擔你們的悲痛 當我想到兒童或一家人突然間被如此慘烈的方式撕裂時 更是痛之入骨 我保證為你們每個人祈禱 戀愛和關懷你們 在那悲劇夜晚 200多位躺在尼斯街道上的傷者 雖幸免不死 卻要遭受無盡的苦難 教宗感謝人們在悲劇發生後 所做出的團結與陪伴的舉動 他們立即展開救助遇難者的行動 這些行動今天仍在繼續支持和陪伴傷者的家庭 教宗特別表揚賓海阿爾比斯兄弟會的救援工作 稱該組織代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 實在是無比美麗的希望標記 教宗勉勵道 與眾人建立真誠的對話和有愛的情意 是一項首要之極 對於信奉唯一和慈悲天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領袖 都應該為此提供便利 而我們每個人都蒙兆 與周遭的人建立這種關係 至於25時間 同読者 同読者 那些對話收熱 你可以叫司機 記錄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